好 或者我講幾句總結 我都很明白大家都很關心 今次的不停不均人的個案 實情我們香港一年都有十幾宗 這些情報 過去幾年來講 我們收到的個案大部分 都是有一些風險因素 例如年紀比較大 吸煙 又或者是有一些免疫系統方面比較弱一些 譬如說一些長期的病徵 腎病好 肺病好 或者一些內分泌的病好 譬如糖尿等等 又或者是用一些類估訊 這幾方面其實主要我們的個案 都會有一些這樣的特徵 不是代表一些健康的人一定沒有 不過大部分的個案 我剛才說都有類似這類的風險因素 我最後提一提就是 我們很重視這次的事件 剛才你都聽了兩署長說 我們會全方位把這次的水務方面 消毒 清洗做好 我們都希望工程 是盡快可以完成 我相信譬如說 等多大概一個星期左右 當我們所有的化驗報告都陸陸續續出來 當工程的進度都差不多 去到尾聲的時間 我們就希望可以 所以那件事就比較明朗快一點 亦都是會和大家進行一個匯報 或者我在這裏就停一停 讓大家問問問 這類型的確性可能 亦都是可以提不起來 要是體系的 就是一個最新的體系 ? 這類型的體系 是一樣的 類型的例型 這是類型的逸生物 是為人的物體系 這類型的在水流行的 93類型的物體系 in water systems where there are some dead spaces and so on okay but it is a free-living bacteria and therefore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sometimes we do pick it up in some water samples be it tap water or be it water tanks and so on the important thing really it's that we want to keep it at a low level all right and if it exceeds a certain level that we do corrective action like disinfection and cleansing to bring it down and that would protect you know of the health of people living in these buildings then the team is 究竟是不是供水系統設計上有錯誤 導致到會有些困體的資深 另外就是是不是太廠村去炎樓 會不會追究成件商有責任 就在供水系統的設計上其實我們現在 都會和衛生防護中心和相關的部門 徹底研究一下实际上的成因 为何会有一些菌在供水系统里面 至于研楼的过程 其实我们在大厦完成的时候 我们也要抽这个水板去做这个测试 我们水板的测试主要是测试 是跟我们优质水质计划 其实有些指引也是这个水务处出的 跟那个指引我们是做了一个测试的 那个测试就包括七样的不同的化验 实际上那个化验结果 当时的验试结果是正常的 会否包括退满军人证 就那个测试七个测试 就不包括退满军人证的 林央長其实都想要介绍 你收漏之前其实有些工程师就说 其实要将整个水的系统 在水箱温暖水核道通过一次 冲走沙石这个过程不必须的 我想问回政府总部入伙之前 有没有做过这个过程呢 还有你刚才提到 其实你们是不会验退满军人证病菌的 那你们稍后的时间 你会将这个验退满军人证的病菌 这个项目加进去你恒常验之后呢 就那个恒常的验水呢 其实是国际性的那个守则呢 其实都没有包括这个 退满军人证的病菌的测试在里面的 至于将来我们会不会 将这个测试放在我们的测试里面呢 其实这个呢 首先我们想搞清楚 今次就是那些病菌的成因 搞清了之后呢 我们再会研究 看看怎样的做法 想问回先生医生呢 刚才第一条问题你回答 我说灌水的过程有没有做过 灌水的过程 其实一般来说呢 就是在这个水缸 那时候呢 我们一定会做一个清洗的 想问回先生医生呢 其实刚才你说到呢 说外国都有类似的事情会发生 但如果在一栋这么新的大流里面 发生是否一个正常的现象呢 还有就是问回建筑署那边呢 其实刚才那个议员启平过就是说 其实人们发现间那么大的问题 建筑署会重复的 其实你们怎么会认的呢 或者这么说呢 因为在今次这个发展 我们都很重视 而且我们都在香港来说 以前比较少这些经验 所以我都很难评语 是否一件很特别的事件 我只不说 在我们以前香港 我们做一些臀军人病的 患者的家里的水游水 都偶爾找到 新加坡也有类似经验的 他们在比如说 一些噴泉水 其实都有百分之十了 是厌过是有这个臀军人菌的 但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在那个清洗消毒方面 我们当然是会尽力去做好 也都希望是将那个封锌 到最低 但那么新的情况之后 都有问题 其实是正常的 是不是 我想我没有这样的资料 去到作风的评估 或者等我们所有的 发现报告回来 和所有的消毒的程序 做完之后 我们都会做一个总结 去看看这方面 到建筑署那边 是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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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想到 是否真的 很积极地跟进这个问题 看看其事发的原因在哪里 尝试有什么改善的方法 刚才有说到 其实之前有检验过水缸 其实后本有没有清洗 是否其实牵涉到整个浅底 因为我们检验的水版 其实除了水缸之外 在水龙头 也都有抽过检验的水版去检验 是不是有问题 是什么问题 对哪个消毒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 是什么问题 我们来用的几天的水混绵 清理汪水缸 水坡汁 水缸 的水住 基因 那是最事件事 我们来用的 在这期间 我们 ta fent 上尴射 那是 開始今天我們會開始清潔和清潔工廠 還有其他地方 包括 First Four Canteen 還有Eye Bakery在Tamer Garden 這位跟著Morning Post 有些專家說暖水的供應出問題 有可能出問題令到食物之生 其實你們有看過整個大廈的暖水公益系統 有沒有可能有一個病毒的根源呢 第二就是你們會不會跟其他局長去做一次檢查 看看這次的事件是影響的範圍有多大 或者我先回答你後面的問題 其實我們剛才也提過有一個熱線電話的 21251122 也是歡迎如果對於退伍軍人症有疑問 或者是覺得有點不舒服 想聽一聽一些姑娘的健康忠告 可以打這個電話 退伍軍人病的通常症狀 包括發燒 肝咳 可能會有肌肉痛 出現肚痛 肚餓等等的症狀 不過最重要的醫治的症狀就是肺炎 通常這個就要可能在入院 我們照一些空肺片 看X光這樣會看得到 姑娘怎麼也好 我們都很關心我們同事的健康 所以如果有任何問題都可以打我們的熱線 先前我們都是和這些同事是搞過一些健康講座 這些事情都不怕會再搞的 那會不會嚴格和合作暖水 那在暖水上會不會 這個剛才我解釋就是 我們會找出那個原因 實際上那個成因在哪裏 最後還有這個答案 暖水的問題 剛才暖水供應 你們有沒有看過 因為有些專家就說 暖水供應在這座大廈 其實暖水供應 我們沒有這個中央的暖水系統 大部分那個暖水設施 都是一些即熱式的暖水爐 除了在這個cantain cantain 我們會有一個boiler 就是我們叫暖水爐的系統 其他住大部分的層次 都是用即熱式的暖水系統 好 最後沒有impost 剛才說 驗樓的時候有通過暖水 但是那個過程 有沒有包括隔壁程序 或者是一個暖水 滾了整個大廈的程序 另外想問一下麥女士 今天有沒有多一些staff 請假的比例比起平時高 還有有沒有一些高危的staff 包括剛才曾醫生說的高危因素 是願意比較大 或者是有長期停的staff 是願意他們不需要上班 或者是離開這個建築 或者我先說一說 至於有沒有多些人 今天沒有上班 其實我也沒有這個數字 不過大家都知道 這段是放假期間的 很多同事都是在那方面 拿了假的 但是上班的同事 都是如常地繼續工作的 至於有沒有長期病患者 那些事情 好像剛才所說 曾醫生那裡 透過他的衛生處防護衛中心 我們都拿了一些資料 都是在那方面 就是說 讓員工清楚一點 那個病情是要特別注意些什麽的 也都我們要有些主人 就出了給那些同事 叫他們特別注意些什麽的 譬如是飲水那時候 飲煲的水 或者在個人的清潔那裡 就是要小心些 或者是有些什麽是用噴霧式的 就是好像那些噴霧機 就是在這段時間避免去做的 有這些指引 那些同事都會是警惕 他那方面個人的衛生 那這裏是可以幫到 可以避免有這個機會是病的 或者是因為要討論 或者擔心想請假的 那這裏有什麼問題 請假是沒有問題的 我想如果是他們需要請假的 那我相信他向他主管那裏申請 那他有原因的 就不會說不讓他放的 一樣會照批的 我想補充一點 就剛才其實 其實兩處長都說過了 過去這幾天 他們都是快馬加邊 就在東翼和西翼都已經完成了消毒和殺菌的程序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因為他們用的一些消毒的辦法 就是一些鹿氣 那大家都知道鹿氣是一個很強的殺菌劑 那所以如果我們相信那個消毒程序完成了之後 就是一切合乎我們那個想法的話 應該現在目前已經做了這個消毒的程序 包括東翼西翼的那 那個風險應該是和其他在香港任何的大廈 就不會有什麼分別 那當然我們為了安全謹慎 他們這件也都會安排作出一些樣本的搜集 那所以呢 我相信譬如在已經做好消毒清潔程序的大廈 裡面工作的員工就不需要太擔心 其實他們現在那個退役官人證的風險 在其他的地方也是相約的 那對靈市長你未達 你未達過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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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未達過亂數